付六万头七款修漏水 设计师做半天就身影 尤其斑驳还有大面壁癌 这是高雄陈小姐的家 因为家中墙壁圣水 找了室内设计公司来重新装修 总价十二万的修上工程 陈小姐先支付六万头七款后 蔡新负责任只施工半天就人间蒸发 大概在去年的四月二十五号二十四号签约的 签约之后就先付六万块的定金给她 她就一直拖着没有施工 五月份吧 就因为一直催促她说她来施工半天 半天之后她就很久都没有消息了 陈小姐上网肉搜蔡南的相关资讯 认识几个被蔡南欠钱的厂商 其中一位柳先生就表示 被蔡南欠了十六万多元 已经四年仍没有归还 另一家厂商则是干脆找黑道兄弟在路上堵她 狂奏一顿后蔡南立刻还钱 大家跟她清款的时候 就是会变成说三国四国 她也只是说就是很描写的单过 那可能就是因为她或许有被一些人找到了 可能就是用一些比较不对的方式 那她也有主业循环 好不容易联络上蔡南 陈因心急梗塞住院 陈小姐于是让蔡南工程延后半年 但后来蔡先生仍用各种理由推托不施工 完全零进度 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利用这种装潢合约 但是后面完全没有履行 也不排除会有诈欺的这个状况 可以用陈正信函 吹告的方式 吹告业者 如果业者他都聚不出面 然后已经构成了诈欺的状况的话 当然可以去警察局提告诈欺 地产中心采访报道